有心花園 有心花園是一個很特別的產物 因為它做了很多的創新 當時那個團隊集結的 是非常有趣的 奠定了一個是叫做漫畫式的風格 有點華麗 然後有點浪漫的漫畫式的風格 幫助的人很多 包括導演 我們那時候的製片 電視台給我的信任 包括大S 其實它在表演的部分下了很多的功夫 還有哈琳的主題曲 我覺得現在來看流行花園 當然會覺得技術上面有很多的不足 拍攝上面其實也不是那麼的專業 可是我就是覺得那個不專業 跟技術不足的青澀 新鮮感跟那種很fresh的一種氣息 我覺得有打動觀眾 創意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們能夠把一個創意做好 我覺得現在的觀眾 不一定要看大場面 大預算、大製作 因為這樣子的大場面、大製作 不管是在大陸市場 或者是在好萊塢 比比皆是 我們的確受限於環境的問題 沒有辦法有這樣子的條件 可是我還是相信就是說 如果沒有辦法買名牌 我們還是可以透過你的品味 跟你的想法 能夠創造出你自己的樣貌 這是我個人的一種想法 因為沿路是的確這樣子的發生過 我覺得這個是我想要做的 偶像劇的落寞 差不多是在2008年之後 那整整有大概三年的時間 我的確是不太知道人生的方向 我們剛剛該往哪邊走 然後每做一部戲 不管好跟壞 因為市場的關係都賠錢 所以其實說人生沒有困境是假的 可是我的性格就是屬於 比較能夠忍痛 比較不會願意對愛說 然後也不太會願意想要 把這個事情呈現出來 我的可憐也好 或者是痛苦也好 我的確比較不喜歡 因為我覺得任何行業都一樣 有高潮有低潮 然後有得有失 然後有歡樂也有痛苦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他人生的困境 所以我的困境應該跟所有人都一樣 那最後你就只能是說 非常堅持的要挺過去 那我覺得我的個性是 比較屬於那個認真 就是算是有點固執的 那種金牛座的固執 這些困難 就是走過去以後 我覺得我還是相信 人還是應該在一個很正能量的位置 因為如果你碰到了困境 你就開始一蹶不振 怨天有人 那你就沒有辦法去扭轉你的命運 雖然我覺得我療傷可能的時間比較長 其實我是屬於碰到困難的時候 我會花很長的時間去思考 然後也要花很長的時間去療傷 然後去反省自己到底怎麼了 所以這時間比較長 可是我覺得我會抱著一個很正面的力量去往前走